谁认真 谁就受伤 爱情游戏 就是这样 谁人能说谎 谁就轻松 用情 俘获对方 我以为 我能隐藏 掌控尺度 很漂亮 当我舍不得 不再看你 茫然 心已走向 我爱你 我知道不能假装 越假装 越为你而疯狂 越疯狂 越爱你 爱的彷徨 我爱你 我知道不能假装 越假装 越痛的不一般 不一般 虽然有轻松的模样 爱你 无法遗忘 常常 独自忧伤 老孙 怎么样 没事吧 温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什么事 你看到他挺严重的 来 走吧 快点 我送你回去 你不是去找你二姨了吗 你怎么跟文相间在一旁 是啊 我是陪我二姨啊 在路上碰到她了吗 昨天的事不是不认识我吗 对了 她让我把钱退还给你 你不会收了吧 怎么可能 快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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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胜 你这个孙子我告诉你 你活地了 敢当我妹主意思吧 大哥 误会 我今儿不收拾你 误会 你不信我来 给我起来 你给我过来 过来 送我看走远了 是不是个男人的你 信不信我把你头给削了 大哥 这 这 没瓦丝 这危险 大哥 这危险这个 我警告你啊 孙大胜 你离小村远一点 再惹她的话 信不信我把你削成八百片 丢进海里卫王吧 这 是 是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真的啊 嗯 给我记着 记住了 大哥 海里好像没王呗 以后就有了 就你 你别再乱动了 伤口再裂开 我不管你了 乖 别猜猴 那么出那么多汗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熊儿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就是了 俊彦 子天 你来了 你怎么把自己弄伤了 没事 没事 我也不小心碰一下 没事 子天 你们 是不是有事情完整 没有啊 为什么会这么问 关于向天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别胡思乱想 向天早就恢复记忆了对不对 或者说 他从来就没有失忆过 这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骗局 你说话呀 你别以为招雅不就能解决问题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没错 我们是骗了你 可是当时我面前只有这一条路 我没得选 如果让你爸爸知道向天没事的话 他是不会方便吞并为师的计划 到那时候我们连一点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你明不明白 还心以为我爸爸 丁丁 这件事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 我们不光是瞒着你 在你眼里我跟其他人没有分别吗 我是你女朋友啊 我知道你是我女朋友 我说过很多遍了 我们不要把感情和公事揉在一起 你是我女朋友 我们俩有感情 可这是私事啊 我看你 你不想要理解我 你不理解 我为什么要去理解 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敞开过心 你凭什么要求我去理解你 昨天我没有你那么理智 我不知道 该在什么时候把你当作我男朋友 而 在什么时候该把你当作一个陌生人 我分不清楚 我分得清楚就行了 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其实女人 不需要什么都知道 可我需要你的证明 证明你爱我 我爱你 这还不够吗 不够 你知道我想要的 不是一句话而已 那你说 你想要什么 再怎么一下 勇意 还行 不须 就是这个bia 莫色的女人 你去世心人 biz俩可不得要 vice齿 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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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疼不疼啊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居然敢抱着那人就往楼下摔 我怕他追上 那你不要命了 你看 怕什么来什么 突然来个什么英雄救美 这不是老天注定把这两个弄在一起 小醉一个人怎么办 好好好 小好奇 小好奇别着急 这 那怎么办呢 你说这感情的事是不可以应来的对不对 好像我和你以前不也这样吗 我不管 一定 一定要帮他呀 硬的要来 软的也要来 总而言之呢 小翠不可以跟这个小子在一起 你看你看 一辈子跟他喝西北风 想到这个我头皮就发麻了 不可以 酒来啦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我来我来我来 你救了小翠 我 我和大年你好好表示表示 谢谢你 那 今天呢随意吃 吃多少喝多少都算我的 不要帮我省钱 可以吧 那 那我可真吃了 别客气 杯都举了 来呀 今儿大年高兴 你们俩多喝几杯啊 好嘞 阿玉 太幸福了 阿玉啊都快快赶上坐月子了啊 你等会儿 阿玉呢 阿玉 阿玉去老板家了 你不知道啊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可想到什么事啊 你知道 我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吗 您说 先喝 先喝 文士 他们是我的偶下 我前大年的奋斗目标呢 就是要像文士一样 所以呢 你不要看我现在 小小的一个超市 你要相信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有朝这么一日 我就会变得和文向天一样的这么一好人物 你相信我 做文向天有什么好啊 你懂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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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小碎出生以后 一直很苦的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生奋斗目标的话 我们能够撑得到现在吗 所以 为了小碎 我必须要坚持我的人生目标 您是为了小碎 当然是为了小碎 你不知道 小碎吃了多少苦吗 偏偏 他是个那么懂事的小孩 苦的时候 也不会告诉我们 自个儿憋着 而且我这个哥呢 又那么没能耐 所以我只能希望呢 可以找一个有能耐的老公 嫁了也好啊 起码能过上 踏踏实实的生活嘛 那 在您心里 什么是踏实的生活 很简单 踏实就是 不愁吃 不愁穿 是吗 所以我跟你说 想要我妹的人呢 可以从这个巷子头 一直排到巷尾 所以我这个当哥的 必须要把关 很谨慎的把关 你了解吗 俗话说得好 要门当户对 不能够让他嫁给一个 比我还没出息的人 你说是不是 就是 最起码要有点产业 是吧 守人尊重 然后 如果拿到台面上来说的话呢 起码大伙说这个人 竖个大拇指就说 这个人不错的 最起码这个样子 所以孙大胜那个人呢 就算了 我总不能让他去 你能保证 你可以给我妹妹永远的 幸福 让她过上踏踏实实的生活吗 你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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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 我不能 想你妈了 爸爸累的时候 在心里也跟你妈妈念叨几句 一会儿她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也长大了 我是向你多一点的 还是向妈妈多一点 你今天怎么了 就是突然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啊还是向你妈 不管是模样还是脾气 都像 在我印象中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跟妈妈昏过脸 为什么 你从来都不会惹她不高兴吗 这么可能没有 谁都有气情六欲 不过你妈妈 她是个伟大的女性 她的心胸太宽广了 包容了我的一切 幸好 她给我留下了一个好闺女 才让爸爸不至于那么孤单 爸 我去看向天了 她怎么样了 她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您不信我 你不是不愿意去看她吗 怎么突然又变了 我是想让您放心 不要再跟文家斗下去了 妈妈知道了也会不开心的 对吗 阿玉啊 我求你了可以吧 你没来之前 小岁本来可以过上 踏踏实实的好生活 我就求你别再添乱了可以吧 我妹啊 有点傻 你看 小时候她们念书的时候 她一帮同学都在谈什么早恋 她干嘛去了 放学之后东西一放 然后就来超市里面帮我打工去了 所以她的生活圈也就这么小 她懂什么叫爱情 她哪知道十几二十年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对我妹有点感觉 老板你别多想 今天我摔伤保护她 如果 当初换作是你 你也会这样冲过去 废话 我是她哥 你和她非亲非故你干嘛 你不是喜欢她吗 我是喜欢小岁 不过 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 也许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 反而会伤害她 嗯 这句话你说得太对了 太对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没钱 你给不了她一个踏实的生活 钱真的能解决一切吗 那 文向天曾经说 就是 如果钱能解决的事都不叫事 你听过没有 文向天说的 不一定都是真理 那个时候她高高在上 但是如果有一天 她过上 像我们这种超市的生活 她会改变呢 唉 其实我也不指望 小岁跟文向天怎么样 这是我一个春秋大白日梦罢 但是 我对你可是有要求 看 你就真的别再对小岁那么好了 可以吗 她一旦喜欢上一个人 她就一头栽下去了 就死心塌地地跟着这个人 就像个小狗跟在你后面 跑来跑去一样 别这样 我看了心疼 你知道吗 我答应你 小姐 内奸福利业的确是文氏资助的 院长调前小岁 帮我查一下前小岁的资料 越小心越好 明白 好 滴滴全都知道了 该怎么办 我知道她还在生我的气 可是 她也不能总说我的 这段日子 她得着机会就数了我 说的话都可难听了 其实她心里早就原谅你了 可她也不能嘴上不依不饶的呀 过来帮忙 来来来来 看你 头脑简单 四肢也不发达的 不配你骗谁 这不能拆了 拆了你要是不要卖什么 这日用品不比别的 我们到底每相看看 我说你哪那么多事啊 我告诉你 这要不是你们前老板再三地求 我早就卖给别人了 你爱要不要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阿玉啊 咱们出来之前老板特别叮嘱货 这批货至少比外面便宜成呢 那别人想要还要不要呢 你们好好查 我一会儿回来 滴滴啊 对不起 算了 最近这种话啊 我听到的实在太多了 如果不是那天你出手相助 也许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是不是后悔了 不后悔 不过 你别怪子天 是我逼他配合我的 我不怪他 我是恨他 因为对他来说 辅佐你 永远比我重要 对不起 有时候我觉得我太自私了 为了一个目的 牺牺牲身边太多的人 子天是 你也是 还有险小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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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女孩了 我不知道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女孩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她 如果说子天是自愿为你牺牲 那这个女孩简直就是倒霉透顶了 当她发现你本身就是一个谎言的时候 她会从天堂一下子跌到地狱 一辈子再也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 就像 我再也没有办法相信子天一样 小岁 小岁 别让她的梦醒了 在这之前抽身而退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否则 她越是纯洁 越是无辜 受到的伤害 也就会越大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没怎么 可能累了吧 累 累了你去休息啊 真是的 都跟他们说了 让他们不要让你干重活 我哥还让你去拉活 我没事 你就听我的吧 别让我哥发现啊 别让我哥发现啊 喂 你好 年年岁岁超市 等一下啊 小岁 电话 谢谢 喂 谁啊 大牛 你同学聚会怎么都不嫁我呢 你讨厌 周超 周超怎么了 我确实在干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向天 我跟你说啊 这个每个人生命当中呢 都会有一些过客 你呢 就是钱小岁生命当中的一个过客 明白了吗 其实这些天我已经怕了 心里越来越怕 只不过被迪迪今天点破而已 小岁最讨厌的 就是说谎的人 那你打算怎么逃呢 编最后一个谎 最好让他一辈子也不知道 闻向天曾经靠近过他 谁啊 谁啊 迪迪 快去 好好好 你 你没事吧 没事 一定有事 没事 干嘛 你找我有事 我想 走了 我二姨 在老家给我找了份工作 是吗 你不老是对我的存钱感兴趣的吗 我爸爸早就走了 我妈妈一个人守在家 很难 一大家族住在一起 全都可到一个人为止 以前我一直没有勇气回家 去帮她 现在想想 可能有点自私 是挺自私的 是吗 所以我现在想回家工作 这样还可以陪陪她 那就回去吧 你这么做 听得了吗 人总不能只想着自己活着吧 也得想想旁边的人 其实我早就等着你向我坦白这一天了 我挺高兴的 是吗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这是干什么 你赢得的工资 我哥一直苛扣你 你回家肯定得用钱的 我不要 你拿着 不然你回家你没有要是问你 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你怎么说 你就别跟我聊天了 还有 你最好趁我哥不在的时候做 不然被他发现了 可你又要 又要说什么了 你怎么好像在轰我走啊 没有啊 不是你自己要走的吗 我以为 起码你会 挽留我一家 别自恋了 你以为我会留你 我会想你啊 我们这超市每年都会来 很多员工走很多员工的 你只是其中的一员 要不这样 你今晚就走好了 好 我今晚就走 你哪儿 我今晚就走 我今晚就走 来 起来喝点热水 起来喝口热水 我喝 你喝醉了 我没喝醉 我跟你说 我不想听 我跟你说 我现在呢 比什么时候都要记性 你们男人呢 没有一个好东西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你们现在就想着什么 钱呀 什么 意气呀 还有什么争权夺理呢 我在你眼里是什么 你说 你说呀 喝醉了 我什么都不想跟你说 你为了向天 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我 你骗我 然后我还要像一个傻瓜一样 我追着你跑 我是不是为了一个笨蛋 你是不是 我就是一个大笨蛋 那你给周丑啊 小崔上学的时候暗恋了一个男孩 现在成了著名的钢心价了 听说得了绝症了 化疗了两个月 现在都没人样了 那 那就把小崔打击成这样 你不明白 对于女孩来说 初恋是很重要的 为了当初喜欢的一个男孩 哭成这样 那小崔真够可以的 你就这么耐心的呀 我来的时候 东西就不多 那你快走吧 你 你是不是 是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走啊 走 好了 不要再骂了可以吗 怎么了 干什么干什么 还说呢 你哥抱一箱货 打算回家自己用 你 我打开一看 到三天就过期了 谁进的货呀 好了 老公不要再骂了 别再骂了老公你知道吗 你在这里干嘛呢 快进去啊 快点 好了我知道了 完了完了快点 完了完了完了 你看你看 老板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 你自己看一看 这些货还有三天就到期了 你们怎么进货呢 你们自己看看 早知道 听阿玉的了 阿玉 她说什么了 阿玉回忆这批货有问题 要打开看看 看不出来吗 箱子卖民印的日期 跟里面的完全都不一样 你们都不会去查一查 查清楚了 都是废话 行了 不要着急了 肯定会有办法的 我不急 我都进了大半年活了 我能不起吗 妹妹 不是老板 也不是我要进这么多的 你白天你不是让钱少呢吗 都怪你啊 都 上次进假酒 现在要是这些假货 过期货 都是以太心所知 还赖别人 是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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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嫂子没事的啊 这事会过去的 肯定会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呀 她把家里的钱都拿出去了 全买这些过期货了你 老板 你死哪儿去了 是不是又有什么三姑六婆来找你啊 是吧 你一整天找你的亲戚 活都不好好干 这次捅这么大的娄子 我告诉你啊 你 还有桃桃 还有冬瓜 这些钱你们全部都吐出来 行 我想想办法 阿月 也许我能把钱要回来 也许我能把钱要回来 醒了 昨天没说什么话吧 没有啊 挺好的 其实你喝醉的时候挺可爱 来 起来吧 还剩我气呢 剩你气有什么用啊 昨天晚上我做了很多梦 嗯 梦到你 我 向天 我们三人小的时候 好像以前的很多事情都交织在一起了 嗯 那个时候可真开心 要是这个梦一直都不行该都好 那天我在停车场碰见前小碎 对 如果我不是听见他管你叫文先生 我也不会跟你去别说 也就不会发现你们的秘密了 你是不是在以文向天的身份 跟前小碎交往 哎呀 不是啊 因为要设计到福利院赞助的时间 很多事情向天不变出面 需要我代替他 你应该不会是也担心他的感情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前小碎有一条跟我一模一样的裙子 是你送好的 嗯 而我在买这家裙子的时候 你却说不适合我 也是因为愧疚才这么说的对吧 那个裙子是向天托我送给小碎的 那不 那再说了 我都忘了裙子长什么模样了 你别一身一鬼了好不好 弟弟 小碎呢 只是向天手中的一颗棋子 而我呢 是帮向天下棋的人 你放心吧 一个棋师 是永远不会对手中的棋子 产生任何感情的 那我呢 我也是你手中棋吗 当然不是啊 再过三天 这批货就到期了 阿玉 如果你可以在三天内 把这批货给退了 把钱拿回来的话 我给你提成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好 我试试看 今天我给你们包饺子 你看看这面活得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回来找罪受 你想逃 根本就不是因为要回家陪你妈 对不对 是不是收到你心里去了 你怎么能瞒得了我呢 我可是心理学的高手 你怎么能瞒得了我呢 当时 我从你的眼睛里面就知道 你撒谎了 那你说 我为什么要做 因为 你以前的女朋友 来找你了 我 我女朋友 淘淘都看见了 她回来就跟我说了 所以 我为什么要留你啊 就算留住你的人 也留不住你的心 对不对 所以你哄我走 你的初恋男朋友 怎么了 不是初恋 是暗恋 暗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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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衰 我对不起你 小衰 你吵什么吵 你还要走 信不信我打你我告诉你 打人犯法 小衰 哎 我当时演这出戏 就是为了要照你高兴 没想到这失控了呀 我冤枉了我啊 我服软 是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我中穷了 那是为了要去报警啊 我忍辱负重 我 都是为了你 小衰 小衰 同学 你脸皮还真够厚的啊 你到底有没有一丁点的尊严 管不着 为了小衰 我不要尊严了 小衰 小衰 请你原谅我 原谅我这颗受伤的心 为你而跳动 为你而停止 真的 我现在能把心拿出来给你看 现在就是没刀 要是有刀我 你们太没有通情心了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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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派人去散布消息了 就说货都卖出去了 十万大奖还没摸出来 厂家呢 这个骗子这两天 一定会跟厂家核实 放心吧 也都打过招呼了 如果有电话来电询问说 就说去有此事 子天啊 你这次帮大忙了 是你这招想得太损了 哎 真不回来了 现在还不回来呢 听弟弟的 尽早抽身 懂了脑袋 你们这回可发发了啊 发什么呢 说什么了 行啊脑袋 闷头发大财是不是 别装了 谁不知道 你你们那批货里边 有个大奖啊 大哥 你刚才说 那里面有什么大奖啊 我们的那些箱子 都还没有拆过呢 箱子没拆开 我们今天的见面 你要当没发生过 谁都不许提 为什么 听说你在追求前小碎 您认识小碎啊 回到我是或者不是 是 是吧 我很好奇 箱子到底是哪里吸引了你 她 年轻 漂亮 健康 你说的这所有特征 每一个女人都有 我问的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 连一个女人的魅力 都发现不了 作为一个男人太失败了吧 我们是一见钟情的 那我给你一个美差 干不干 白小姐请愤愤 孙大胜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白小姐 白小姐 你不会让我杀人犯火吧 我让你帮我盯一个人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盯 二十四小时 这人还得睡窍呢 不睡了 您说 盯谁 前小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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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